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会晤德国总统普京的消息甚嚣尘上 而这个消息呢 如今已经获得克里姆林宫和朝鲜官方媒体 朝中社松口证实 克里姆林宫今天发声明指出 金正恩将在未来几天内应普京的邀请访问俄罗斯 而同一时间朝鲜朝中社也报道 金正恩将会晤普京 但是没有详细的说明金正恩的访俄行程 路透社较早前引述朝联社电视台 报道金正恩已经乘坐火车离开朝鲜 前往俄罗斯 预计1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三和普京见面